本章主要讲的是创业者的融资准备 那这个东西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我小时候最讨厌的一种老师 就是教都教简单,考都考难的 教都教简单的,考都考复杂的 我有时候在想说 然后考的都是一些没有教过的 那我在想说理论上应该是 简单教学们回去看嘛 你就教复杂的,然后考次简单的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考 印证学生是不是有学会你教的东西 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上过一期创业课程 有些老师都有混,混的意思就是说 乱讲,讲一些企业管理的名词 然后讲一些一种个人不成功的经验 那这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一个创业者这个东西 当我深入研究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举个例子,我们来讲创业者的融资准备 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你任何东西你只要有准备就不会有问题 那准备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假设你准备一个礼拜不行 你准备一个月 你准备两个月 你准备三个月 只要有范本 我觉得个人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除了计划书 我们现在讲商业计划书 当然你要会写 你今天你要去创业融资 你一定要懂得写商业计划书 那你也要懂得超报表 那为求准备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来讲 你也要懂得怎么去制作演示文件 演示文件就是说 你要怎么说才让对方不会有兴趣 情绪有起来 这种东西 除了这三项以外的话 通常一些VC 我们家就是风险创投 或者我们今天讲天使投资人都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们会问的 那是口语上问 他会问你说你融资要做什么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会问你 你需要多少钱 那再来会问一些比较时间的问题 就是说你需要多少钱的话 就是说那你的股份 你要多少卖我这个钱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要去融钱 你一定是用股份换 不可能直接人家借钱给你 那当然也有人是有配套做事的时候 他一半借一半投资 那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有的要还 有的不用还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 他会问你说 基本上你这个股份 你要多少卖给他 然后他可以融这些钱 再来他会问你 你原本的股东股份 你怎么分配 你的价值是怎么分配 你的目的性 你的基地特质在哪里 也就是齐全分配 那再来的话 他会问你说 那到底你目前你的状态 你每个月要烧多少钱 烧多少钱的意思就是 你要用掉多少钱 那你还剩多少钱 那你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所谓期间问题 就是你哪时候会有收入 你哪时候收入可以打平 你哪时候是这种情况的 或是这种危机 可以彻底解除 像这样的东西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假设批 你要真的傻傻上那些投资课 他在跟你讲一个 不管讲跟你讲领导 或者跟你讲管理 或者用销售来晃点你 就是什么叫做行销 各位懂的 因为他们就是说 基本上在做假设的时候 告诉你说 销售 他讲销售的例子来告诉你 这就是行销 事实上销售是一对一的 行销是一对多的 连工具手法 费用成功案例都没讲 那就再跟你讲 你怎么样让对方能够相信你 这个就是用销售来代替行销 然后用送货来代替销售 用乱讲来代替正式的演说 如果真的你们相信他说 这种东西在那边随便乱讲 讲一些个人 反正就混时间 你终点会的话 那你完蛋了 其实基本上 创业者有很多东西要讲 有很多东西 包括你连去听 你都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这个东西 其实你要去判定一个课程好 其实很简单 上网去download 把他的讲义 投影片download下 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讲什么东西 他不可能说 投影片里面写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东西 告诉你什么叫做产销人发财 然后会告诉你很精辟的案例 不可能 因为他总是不可能脱离这个脱太远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我们其实我们创业者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如果以创业三元素来讲 就是知识 知识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讲钱财 人脉 知识可以产生钱财 知识也可以产生人脉 知识的来源 知识的本底是什么 就是你创业者的时间 你的时间是你最重要的宝贵资源 你必须把时间善用 去学会这些有益处的 可以操作的东西 像举个例子 像创业者的融资准备 或者怎么样去写一个商业计划书 怎么去编制一个潮报表 什么去写一个掩饰文件 或者是预期说通常风险投资人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天使投资人 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会care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仔细的去研究一下什么叫做融资 就是投资同意书它的条款 投资同意书的陷阱 你总是要知道陷阱 不然你到时候跟人家签一个 没有钱过来了 可是到最后自己又回到白领阶级 帮人家打工做活的日子 那这样就太冤枉了 所以奉劝各位创业者 尤其这种免贝资源要善用 当你学习的越多 你的人生成功机会就越大 你成功的时间就越短 你成功的障碍就会消失不现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笑地的共同作者 谢谢各位